最后一点呢 只是想呼吁大家 5月11号呢 必须要出来投票 我知道呢 大家觉得 KKB 新骨毛 输或赢呢 对政局没有改变 他们说呢 州政府还会是一样 中央政府还是会一样 各位 大家想想看 如果5月11号 出来的成绩呢 是我们希望联盟输了 隔天 我们最讨厌的国们 他会玩什么课题 就是我们最讨厌的课题 种族跟宗教的课题 我们要几时 才能够终止 他们玩这些课题 这个答案呢 就在KKB 我们新骨毛的人的手上 因为只要5月11号 我们一起踊跃出来投票 把投票投给我们的巩固的政府呢 但是我们能够确保的是 在这两年 我们定下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相信呢 未来的几年呢 我们都会看到好的成绩 各位讲听父老们 2008年呢 是你们见证我们雪州 改朝换代的一分子 2008年 当希望联盟 那个时候 Khalid Ibrahim 做州务大臣的时候呢 其实 如果大家回想 在2008年 大家可能都会说 换政府 换来换去 都是一样的 各位 我们经过了这十多年呢 我们已经证明了一样 我们换的政府 是不一样的 只是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要落实政策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需要一点时间呢 去调整 我们需要调整那个体系 我们要调整那个account 以便呢 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呢 来辅助人民 而这一点呢 我们雪州做到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全民必须出来 巩固这个政权 以便呢 我们安华 能够稳稳的做五年 我们做五年 不是为了自己的口袋 安华自己也claim了 就已经宣布了 他没有拿半分 半好的这个薪水 所以呢 希望各位 5月11号 不只是你们 必须出来投票 而是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孙子 也必须呼吁 他们必须出来投票 而刚刚呢 我去乌鲁养 有一位女士呢 有告诉我 当我去派发这个template 交互派访的时候 大家说 有些人说 你们稳赢了 但是我比较好奇 比较惊讶的是一点 那个安华呢 告诉我 我需要出来投票 你们这边又要补选了 其实这个讯息呢 还没有灌输在 这个每个人民身上 所以我们需要 大家的帮忙 大家的宣传 以便呢 5月11号 我们要确保 小桃 能够在这里 大胜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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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5月11 你们讲 透西门好吗 好 5月11 透西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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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